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幻梦森 森罗万象 遮掩啊 呃 抱歉 很少有这么难念的东西 我读得不太顺 两位确定想听下去吗 呃 一听就是菲谢尔的留言 怎么办 总之 菲谢尔小姐留下这条口信 让二位到教堂前的广场去 等你们有空的时候 去那里 呃 口信内容那么重 菲谢尔让我们去教堂前的广场 来看看吧 进入的东西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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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她們在那邊 而且莫娜也在呢 來了嗎 本皇女最忠誠的護蟲 剛剛還說別人是家臣 現在又說人家是護蟲 哎呀 小姐心情好的時候措辭難免有些誇張 還請見諒 飛雪兒 你找我們對吧 居然自己先聊得熱火朝天的 快告訴我 是什麼事讓人這麼開心 永夜的敘語 將辱召回本皇女身側 很好 很好 此即祝聖之恩典 職業之賜福 此等歡愉 當與輕 悠然同享 旅行者 派蒙 好久不見 在此 向二位縣上小姐與我誠摯地問候 我是很想好好打招呼啦 但根本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接話 一般人在這種情況下只會說 嗨 旅行者 最近怎麼樣 哼 她與本皇女 猶如浩瀚天穹中的半生雙星 本次會面昭示著何種命運 辱不是最清楚嗎 正是 梅吉斯圖私情 還請不要說出如此缺乏想像力的發言 梅 啊 梅吉斯圖私情 歸附優業淨土已久 早已成為本皇女麾下首屈一指的宮廷大法師 咳咳 她只是在叫我的姓氏而已 別介意 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呵呵 今天是菲謝爾托凱瑟琳傳話給你 讓你到這裡來的 對吧 嗯哼 不愧是大法師 這一切 也浮現在乳的占卜中了嗎 情果真是危險的女人 這種事還需要算嗎 是你自己說已經給凱瑟琳留了言的 嗯哼 失態了 總之 我也是被她捶著門板叫出家門的 接下去 不亂她說什麼你都不要太驚訝喔 小意思 我們見過世面 不會怕你們的啦 啊 諸魏家仆 背負著黑暗 呃 呃 等一下 我不理解 如此偉大又隱秘的天啟 只有我之玉石有幸得知 尤野淨土 正在蒙德附近 哦 不不 怎麼會這樣呢 我知道聽起來很離奇 但事實上 菲謝爾他 啊 美濟司徒司卿 呃 好不好吧 真是的 為什麼本天才占星術士也要被迫參加過家家遊戲啊 其實 皇女殿下昨天在城外偶遇了火花騎士可莉 皇女與可莉小姐互聞大名已久 當即聊了起來 當時天色已晚 皇女殿下本著關懷與慈愛的原則 親自陪可莉小姐一同返回蒙德城 途中 皇女殿下將自己的身世告訴了可莉 哦哦 那個名叫優業淨土的地方 是真的 凡人哪 辱的真誠與悲憫之心打動了本皇女 不妨 真的嗎 那要怎麼才能讓你的故鄉長出來呢 告訴可 既然辱誠心誠意的叩吻 賜予我靜密之樂土 賜予我無雙之輕目 賜予我時間與風 令世界蘇生 複術故事就不要言了吧 說重點 簡單地說 可莉送出了一座島 作為附現優業淨土的偉大聖土 原本我也不信 諸位 這正是 這座海島 我怎麼好像有一 旅行者 還愣著做什麼 優業的王座正在呼 她應該只是想邀請你們一起去那座島而已 話說回來 咦 為什麼呀 既然跟可莉有關 就有可能跟她媽媽有關 那就是跟老太婆有關 啊 我才不要 萬般全能的你 走遍遠山大川 讀得出星蟹墜落掌心的軌跡 見證過雨水會如命運的浮現 這樣的你 去為小姐找出前往命運之 原來只是不認識路啊 哼哼 既然你有求於我們 那我也告訴你 我們正是火花騎士可莉的好夥伴 命運的引路人 你怎麼不演啊 與此登場 見證者 引路人 幻夢的編織者 旅行者 哦哈哈哈哈 非常好飛 旅行者 你說你有門路 那這次前往小島 呃不是 前往聖土的路就交給你安排了 行行行 哦 就這麼辦吧 小姐的意思是各位晚安 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為什麼你們都有正常的角色 我卻要演皇宮裡的豹石掛鐘啊 咕咕咕咕咕 幽夜淨土時間十二點長 既然是要去不可思議的海島 肯定得找一些一看就有奇思妙想的人幫忙 對吧 說到奇思妙想 這整座蒙德城裡 除了凱亞 就是那傢伙鬼點子最多 這個時間點 那傢伙一定在酒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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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斯坦利 我害怕了这么多年 斯坦利不会 你们几个还想偷听到什么时候 糟了 走吧 什么都别问 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可是 走 别让我说第二次了 荣誉骑士 温迪还给我到处找你们 我是来道谢的 多亏你帮我找的剑和盾 我父母 真的 真的 他们还说要出钱 找人把辉煌勇气之剑和光耀一 那真好 不 暂时还不走 而且我还想再听听斯坦利些 明天见先生 等你酒醒 我认为斯坦利挺喜欢这孩子 杰克 杰克已经回去了 是吗 那 谢谢你们没把我的秘密说出去 突然直视现实了吗 这可不像之前的你啊 我 我是个疲惫没用的骗子 但 也不能说是骗子吧 因为斯坦利的冒险故事和 故事 其实 这才是我最 这些年 我为她的 我唯一不能忘记的 是她死在了无风的禁忌海 风带不走她的灵魂 没错 真正的斯坦利 在她的记忆里 甚至已经不再是那个鲜活的友人 而是永远定格在伤痕累累的战士模样 束缚着她所有的人生 我老了 再怎么不愿放下 也留不住多少东西 我这没用 没用 但冒险家 不能以那种方式死去 不能 汉斯亚齐博尔德 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 风 是在金济海里 трав 你呢 酷而不得的风生 我 我一直都相信 你的存在啊 固有的灵魂 可以交给我吗 这 真是不可思议 谢谢你们 谢谢你 巴巴托斯大人 对不起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调整心情 但我想 我会没事的 嗯 真不错 斯坦利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杰克也成功自立了 这么多好事加在一起 值得喝一杯庆祝庆祝 你要在这个酒馆就地不随不归吗 这里的酒太贵了 杰克欠我的报酬还没给 他许诺我的报酬是珍贵名酒 还记得吗 我先去找他要那瓶酒 一会儿就在老地方集合吧 诶 什么老地方 我怎么不知道 喂 不只能够下来你的银子 怎么那叫我啊 好 Yap 是吗 赵小姐我是几乎的 什么啊 不是吧 是可以吧 啊 可算来了 真难找 下次别打这种哑谜了 对了 卖畅的 你拿到酒了吗 拿到了 杰克这家伙 说是什么珍藏又珍贵的好酒 结果 只不过是半瓶苹果酿而已嘛 真怀念啊 第一次在这儿看风景的时候 我还不是这副模样 大约两千六百年前 陈氏尚未华归七神所有 那时 旧蒙德被暴君吹起的飓风包围 连飞鸟也不得通行 旧蒙德 我想起来了 就是现在的风龙废墟吧 你以前提过 是的 曾经统治那座高塔的风之暴君 是龙卷的魔神 迭卡拉必安 而那时的我 只是千锋中的一缕 并无神灵之隔 也不成人形 只是风筝细微的元素精灵 是一缕能够带来细小的转机与希望之风 只是元素精灵 不是人形 诶 温迪 你以前不长现在这样吗 嗯 我现在的样子 其实也和那位贾斯坦利先生一样 是借用朋友的 我要说的故事 开始于旧蒙德 在那暴君统治的国度 我认识一位少年 少年懂得谈情 寻着自己的诗篇 但他生在风墙之内 从来不曾见过蓝天 我想看见飞鸟翱翔的模样 少年眼神倔强 童中有光 但他的声音被呼啸风声盖过 因为龙卷只会收取颂歌 不再留下其他声响 真正的天空 囚龙外的诗语歌 难道不是 值得为之而战的愿望 所以少年对我发出邀请 与我同去吧 碾碎暴君 撕开封墙 少年揭起反抗之急 我一头身追求自由的战争 冲破囚龙之人一路得胜 令神尉崩毁 千锋卷乱 诸国动阵 在硝烟中 我们见证暴君之末 在灰烬中 我们见证高塔崩落 如是 兴蒙德之赵时 自此 无人再登王座 啊 后来呢 你说的那个朋友 他后来怎么样了 海蒙 你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 当然当然 别吊我胃口 快说吧 为什么现在突然想吃这个呀 你肚子饿了吗 真是哪 啊 有时我会觉得 你有些过于聪明了 不过 朋友之间 也许就是要心智肚明才好 美酒 微风 这样的时刻 总会让我忍不住想起 想起那首 从他那里听来的歌 飞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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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飞鸟那样 带我看看这个世界 带我飞到高天之上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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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高的 你不想打一批 我可以打一批 你不想打一批 好 是 到了 我看看 漫暢的 喂 那两个家伙怎么会再蒙德啊 哎呀呀 真的来了 快请坐 加入我们愉快的闲聊 哦 旅行者 派蒙 刚说到你们两个 本人立刻到场了 真是巧啊 此为之 无巧不成书 万叶 星叶 你们两个怎么到蒙德酒馆来了 而且还跟卖唱的坐在同一桌 卖唱的 真是个有意思的外号 看来小哥你是声名在外 唱歌很有一套 可惜不是摇滚 不然就能跟星叶一起表演了 没想到几位全都互相认识 我的新朋友是老朋友的他乡之友 嗯 这太棒了 机会难得 干脆大家成立一个兴趣小组吧 就叫 自由情师社什么的 对啊 这次我想外出采风 寻找新的作曲灵感 万叶也想外出走走 就一起过来了 上个月北斗姐办了场大型饮酒会 起名叫音节痛饮锦标赛 我帮着奏乐 就是那一次认识了万叶 星叶看似不羁 对音乐的理解却极为细心独到 我们俩怎么都能算是音乐之音了 可不是嘛 万叶能用树叶当乐器 在我朋友里也是手去一指的高手了 我们从黎月出发 穿过石门一直往前 就进入蒙德境内了 沿途还看到了一片漂亮的庄园 真不错 哦 说起来 那座庄园也是我们朋友名下的资产呢 真的 你们朋友可真多 住在那样的地方 你这位朋友一定很热爱生活吧 呃 应该是吧 人会与志趣相投的人走到一起 可见旅行者和派蒙也与那位朋友一样 有良好的品味 哇 你真会说话 不像这家伙 老是吐槽我 对 你们知道据说规模很大 足以横跨提瓦特七国的那个红色巡回吗 哎呀 雷声大雨点小 反正就是个音乐盛典 主办还坑过我 虽然上次放了我鸽子 但听说他们还在活动 我是很想再见见那位负责人 音乐全靠灵感 说不定他们是因为没有灵感 不过嘛 你们的路也 音乐殿堂里可不只有好听的旋律 还得有 当然当然 你太懂音游诗人了 作为报答 我愿意为你讲一个故事 哈哈哈 小哥 你说话真逗 音游诗人都这样吗 我在别处旅行时也遇到过其他音游诗人 但没有一位像你一样风趣幽默 想必我们之间有想象力上的差距 传说 大海中央有一座绿宝石般的岛屿 嘟嘟大魔王带着他的臣鸣 幸福快乐地生活在那里 每一个嘟嘟可出生后都会跃入水中 有些游泳 有些则被浪冲走来到蒙德 成为小孩子的好朋友 嘟嘟可在蒙德交到了新朋友 火花小骑士 然而大魔王不同意 要求小骑士前往岛上证明自己 于是 小骑士带上他最重要的伙伴 穿过风浪抵达海的中央 但魔王不在那里 魔王撒了谎 没有试炼 没有火焰与审问 小骑士的魔女妈妈在那里造了一座夏日之城 作为礼物送给她 夏天是爱的季节 是自由与放松的季节 所以来到这里的人们 请你歌唱 起舞 请你快乐 故事就到这里 有意思 说的我也想去那片海盗看看了 旅行 你们喜欢就好 桌上有酒 好 为音乐干杯 旅行者 一起 别担心 不想喝酒的话 这里 那我要一杯果汁 嗯 去选这个颜色的好了 啊 王爷 诶 糟了 小哥怎么喝醉了 他喝的不是果汁吗 嗯 喝 喝点 哎呀 好像不小心摆了混入一点酒精的果汁 哎 不好意思 喂 喝了这么多杯 也该聊聊正事了 你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 对吧 这么一说才想起来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呀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呀 都到这里了 我能感觉到 你要说的话题肯定很有趣 竟然将妈妈为自己打造的礼物 送给了冒险家朋友 可莉果然是个温柔的孩子 相信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那封信啊 绝对出自爱丽丝女士之手 果然是这样啊 不仅如此 今天我还在去酒馆的路上 遇到了两个人 猜猜是谁 呃 秦团长 或者图书管理员丽莎 一对母女 都长着长长的精灵耳朵 有着令人惊讶的可爱性格 是爱丽丝和可莉 叮咚 猜对了 布老魔女带着小小的骑士一起外出度假 而我正好遇到他们 作为问候 神奇的女士给了我一份礼物 她还说 如果遇到有趣的朋友 就与对方共享这份礼物 所以 现在我把它给你 我心都拔了 不会爆炸的了 拿着它吧 这样一来 哪怕你我分隔两地 也能像这样对话哦 她叫做嘟嘟通讯仪 能让相隔千里的人们保持联络 不过 不是什么时候都能用 是用此 据说发明灵感来源于一时 她和可莉让我转告你们 戴上这个 与各位至于怎么过去 别担心 听起来你们俩串通一气 怎么会呢 我在你们心里是那种人 旅行者 你可是我的朋友 身为朋友 我当然要送你带来快乐的东西了 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 好吧 漫长的虽然很爱胡说八道 但也是我们正说起来 刚才万叶和星叶也表现得很感兴趣的样子 回来了 可惜 万叶还在喊水 她对酒精不太行啊 星叶 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海岛玩 冒险 冒险 不可以 诶 她这是不 不可以 万叶这家伙 再怎么老成 既然是这样 就更不该错过海岛之旅了 啊 就怎么定 听说有人安排了 刚巧这次还有其他朋友一起 我们约了明天早上在城门口集合 等人 哦哦哦对 他们还不认识飞谢啊 哦 那个派蒙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以防万一问问 嗯 你这么积极的推销旅游 难道是我总觉得 那些奔着红色巡回赶去别国 最终却被放了鸽子的人 不就等于是被骗去旅游了吗 啊 我就知道没人信 哈哈哈哈 大姐 不论是黄女 陈子 会说话的乌鸦 啊 说得我好期待呀 我就不了 是 不会吧 卖唱的 我答应一位长着猫耳猫尾的小女士 要为她的酒馆唱歌懒生意 打败竞争对手 啊对 就是有六指桥色的这一家 你不是对猫过敏吗 嗯 她说 只要能在营业额上占优势 就愿意帮我一整个月的酒 这种好 所以别在意我 就算是轻微占 很多人的一生 血于纸上也不过锦航 大多都是些无聊的故事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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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tad 趋 Şu Ju Ju Round Ju Ju 哇 你們真早 你们来了 后面的几位是 容我为大家介绍 此二人乃是来自道气的传奇浪人武士 和来自黎月的音乐先锋奇才 你们好啊 我叫新燕 是黎月人 喜欢摇滚乐 好天气 这位小姐一定就是派萌书的皇女了吧 看起来就不一般 听说你从义国来 想必是个厉害的人物 还有这位戴帽子的小姐 我听家里人说 最富有智慧的学者 通常都会准备一顶尖头帽 你也是这样吗 这个女人眼光不错 新燕 你这双眼睛 能够看透物业之迷障 触达真实 正是我需要的人 很好 如就是我的御用乐师了 她是想说你很不错 眼光很好 嗯 我也有同感 很高兴认识你 我叫莫娜 是个占星术士 很高兴认识你们 莫娜可厉害了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她都能摸清对方来龙去脉 黄女与占星术士 还有能言善道的乌鸦家臣 与各位相比 在下风圆万叶 这位万叶 抱上乳的力量与明慧 哦 小姐的意思是 您何处高就 可有什么特长爱好 这 在下只是一介过客 身无常物 我们这位朋友武艺高强 能接下别人招架不住的攻击 更能灰剑如闪电 凡人根本无从想象 是这么厉害的人物吗 我看看 嗯 啊 这 这 你好万叶 非常高兴认识你这样厉害的剑术大师 我们一行人在海岛的户 优越净土的宫廷侍卫长 毅然就位 连梅姬司徒私情都这么说 看来宁实力了得 好的 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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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梅 叫我莫娜就好了啦 不要再喊那个奇怪的名字了 说起来 梅姬司徒私情 我们问他怎么去圣谱咯 嘿嘿 传说中 帝君胜负 还是算了吧 算 风之神 请指引我们 一决胜负 弄 立决胜负 一局胜负 一局胜负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不知怎么搞的 突然一点都不想去了 好别致的东西 长得 长得是不是有些像锅巴 好 这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 锅巴 是万民堂那只神奇生物 这么一说 还真有点 虽然刚才是我做的介绍 但我也不觉得这东西能送我们去海岛 我明白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唯有堕入中末 才能抵达新生的优越净土 好一道圣财之雷烧灼之门 与本皇女断罪现世的做派万分契合 来吧 偶子 为我开辟征途 达头阵的正式在下 小姐自己是不会动的 进去了 消失了 这 这当真是前往圣徒的断罪之路 安全起见算一下吧 梅基斯图私情 这可是那位爱丽丝大人的造物 请不要这样牺牲自己 跟我们一起走吧 对啊 怎么问啊 好黑啊 能不能开个灯 喂 谁啊 妈妈来 我们 呃 呃 飞翔儿 不要踩我辫子 啊 不是蛇吗 呃 飞起来了 各位注意安全 啊 总算落定了 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刚才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啊 好美的地方 有风有海 又很宁静 嗯 风中有好闻的气息 哼 一看到这片大海 我心情就好起来了 生命之海 苍之大地 诸位家臣 这正是本黄女追寻已久的祝圣乐园 黄玉漆黑的我 会将诸位带向梦幻的门妃 啊 带向梦幻的门妃 呃 大法师梅吉斯图斯 感谢黄女的恩赐 今日今时 在此献上为我优越净土之祝福 莫娜 你 别问 加入我 哦 对 感谢黄女 带我们来到如此神圣之地 衷心感谢您提出这次旅行 黄女殿下 诸位的欢愉即是我之喜悦 嗯 如此真命尊奉之时刻 能令各位聚集在此 我也非常欣慰哦 我现将踏上巡礼 以身躯感受故土的生命之海 毕竟无论怎么说 这里都是我灵魂的归宿 反倒是你 梅吉斯图斯青 据说你是诞生自水元素的高贵之人 可灵魂中杂志太多 小姐的意思是论游泳 梅吉斯图斯青或许烧去一筹 哦 飞仙儿 我忍你很久了 平时陪你装目作样演话剧就算了 可你竟然小看我这个天才 要比游泳 我能让你跪地认输 哦 小姐 小姐燃起斗志了 好耶 比一比 输的是小狗 鲜兽辱的挑衅 去去梅吉斯图斯青 定将为其余行懊悔不休 笑话 我从小到大游泳还没输过 来啊 先跑到海边的才是第一名 他俩是认真的吗 跑到海边 那不是在比跑步吗 你现在没有安排对吧 我想在附近巡逻 一起吗 新宴要来吗 大家似乎都有事要做 那我先留守吧 刚好莫娜菲谢尔他们去游泳了 总得有人布置营地 这里放心交给我 你们要去周围走走对吧 正好看看风景 要是有什么好的观景点 别忘了告诉我呀 哦 那就拜托你啦 好 先抓十只螃蟹 再捞二 周围走 有什么事要做 那些事情要做 不得了 有什么事要做 还能做一整齐 你不得了吗 还能够走 你不得了 这里也不得了 你不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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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